早安 我們今天來參加Track by K的活動 然後我剛剛拿錯鞋子了 Track by K的活動其實 它路線還蠻硬的 它是要騎一個手掌 沒有五隻手指 就是一個手掌這樣子 然後先從智山路那邊上去 會到南水坑 再走北海岸下來 然後現在大家已經都在這邊集合了 這邊在放到 超多人的 嗨 準備好了嗎 不然咧咋可以幫我們做一下今天的路線嗎 對 路線都放得了 它比較快 真的嗎 路線 我們有下閃 對 我是 等一下路線就走到上面然後往平等國小 然後走北海岸下來 對 對 路線聽得不太清楚 對 然後再走北海岸之後咧 北海岸之後然後轉 北榮山路 然後走到淡水那邊 到阿拉卡上去 對 所以是TOTO大概是兩座三的高度 差不多 差不多到九三嗎 有 有 有 對啊 因為TOTO在旁回來而已 所以TOTO加起來一百多 對 九十九點 八 對 好 Trek的活動都要這麼硬嗎 對 不會好玩就好開心就好 好啦我今天沒有在建設 最私宿列車是 現在他們先去故宮那邊拍照 然後再騎回來 我工作人員欸 我看一下 嗨 掰掰路上小心 小心騎車 嗨 美樂 嗨 哈哈哈哈 我今天是一日工作人員 一日活動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就是還要去 戴相機 打包包 對 電腦 對 電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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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我等到我的鞋子來了 來 工作人員交接 為什麼 我剛剛一日工作人員 好換阿丹今天站工作人員呢 好我現在在這裡穿好我的鞋子 我終於要騎了 我在平等裡這裡 要坐上去了 好然後我最近獲得了一個新的車表 然後剛好我的車友也剛好跟我買同一個車表 所以這個我覺得它很好的就是它的觸控面板 它有一個很滑順的觸控面板跟它有按鍵 就是它就算在下雨的時候它也是有按鍵可以使用 你覺得這樣不錯吧 不錯啊 對 因為以前好像會那個 下雨的時候它就會滑不動 對對對 然後再來 還有 你覺得有什麼不錯的 那個 那個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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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剛剛有發現 因為我還沒有到的時候 它就會很明顯的 跟我說有幾度 這樣子 它就跟我說有幾度 我覺得還蠻好的 只騎了兩公里 騎了十分鐘 然後到了平等裡 這裡有一個上邊 然後大家稍微在這裡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出發 再繼續出發 好熱 好 現在我們騎到平等裡 過了平等裡了 然後我在街上 我在路上撿了幾個車友 跟我一起騎 好 下坡囉 像我剛剛有一個急轉彎 它就會告訴我 有一個警示告訴我 有急轉彎 我覺得這還不錯 好涼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到了下坡的路段 然後等一下下坡完 還會有一個陡上到冷水坑 太久沒騎這邊了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這裡有一個這麼陡的 不過 OK 現在 15% 這裡的衛冥太陡了吧 好了 要專心爬山了 我都忘了這裡有這麼陡的坡了啦 天啊 天啊 好啦 慢慢爬上去吧 這裡 看看前面 怎麼會走 什麼 什麼 沒了嗎 嗨 你好 你好 在這個抖住你叫我 好可憐 好可憐 好 好累喔 騎到冷水坑了 那三個抖過真的是很驚人 多人了 遇到車友 快要一起吧 嗨 超多人的 我們現在到冷水坑了 哈哈 讚 誒 又要開始跑步了 被倒過了 過了冷水坑 跑步到中府站那 there 走囉 走囉 要抱住 好的 前面就是中府站被到 這邊拍照很漂亮 要天氣好的時候 但今天都起霧了 我的隊友 我的隊友 阿 小心阿 嘿 嗨 對對對我是那個假生病 真不想騎車 對我看到路線之後 哇我今天好像不太舒服 加油路上小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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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下來就是16公里的下坡 噴噴噴噴 噴噴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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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噴噴噴 好不好 好 喔 嘶 現在下行到金山的 Carrna 全家 Carrna 這裡 你的 loca 也好 一下我最喜歡的橋 真的喔 下坡這裡 超好的 而且路又非常大條 來全家這裡補給一下 超多車友的 你剛剛跟我說什麼 我已經化好妝了 準備要上鏡頭 對 他在這個全家等了我們 已經吃了一個泡麵 你還吃了什麼 還算了一下叫 對 他第一 他一開始就到了 一開始出發了 我真的太慢了 那我們接下來在全家休息完之後 我們要往北海岸的方向去 然後正十一大段的蘋果 跟上 白沙灣之後又開始有一小段上坡 然後它這個上面 就又有顯示了耶 對 對 700多方式 然後現在是 4% Good 5% 好多了 好多了 太好嗎 啊累啊 那個風超大的 對啊 而且很黏啊 風真的超大的 而且還要起不動 還好那個Brian幫我鋪了風 因为我本来跟着一个大集团 然后后来就跟不上 然后他刚刚不然就跟我说 他们开200晚在那边冲 然后我还跟着 好 走吧 好 走吧 接下来就是巴拉卡了 北海岸那边真的是超累的 因为刚刚又逆风 我对我来就听不懂 然后我还被急了 放声了 好 走吧 最后八里路 这里有一个新华驿站 之前就是有经过这里 现在是最后一个三路了 巴拉卡公路 看起来没有很懂 都是绿色的 我的车表显示都是绿色的 好 加油 刚刚过了七了 七公里的标志了 然后现在有view 这样子 然后前面起雾了 大家都起很快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12点多了 然后我们快到了 再两个转弯就要到了 我看万贯当了 就是工作人员 然后现在看真的工作人员 也是很辛苦的呢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很辛苦 下次还想继续这样工作 我刚提巴拉卡这一段 我真的觉得是超美的 而且很适合夏天来骑 因为它整个都是树 树 绿色隧道这样 虽然是很内 可是我车友就一直在跟我聊天 我就可以慢慢骑上来 虽然速度也是很慢 还好有人陪你聊天 对 要聊天 然后分散注意力 就可以慢慢踩上来 还是骑到了 完赛 很厉害 然后等一下还要完 没有了 我们等一下坐车下去吧 真的吗 坐车下去 还有位置吗 坐车下去 还有位置吗 没有 我们要百K 今天现在八十几而已 然后要下去才是有百K 对 要下去才八十几 车子凑二十啊 车子给你骑 我们开车下去 其实很不舒服 不是啦 两个这些车多啦 就是不舒服 对 不舒服 它是车多又车速快 对呀 好 下山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了船艺中心这边 因为Shrek有提供小点心给大家 然后我今天骑 这样子 一个小手掌 可是因为我前面这边没有骑 所以就是没有手腕的地方 然后今天的爬升是 一千六百多 然后我的骑程距离是七十六公里 好累啊 因为我们从那个冷水坑上去啊 就已经蛮累的了 对 然后又到北海岸那边 今天又是逆风 然后逆风骑起来真的是好累哦 然后后来再回巴拉卡 这一条就比较舒服一点 对 就是缓上坡然后又有树荫这样子 蛮舒服的 那阿卡是大家夏天的时候会非常喜欢来路线 因为它是个有很多树荫的一条 对 然后我今天用我的新车表 我觉得超棒的 因为它就是马上可以看到你的前面还有多少坡度要爬 还有几公里要爬 然后它会以颜色来分辨说 绿色的是轻松的缓坡 然后红色啊 深红色啊 黑色这样子 依照难度变颜色这样 我觉得很棒 像我刚刚在行人水坑的时候 我就忘了它有几个斗坡 那我就看一下我的马表 它上面就会有限时 觉得超好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现在就去咖啡店那边吃小点心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 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 辛苦了 пост distingu一下 相信我们的影片 节目 dropdown 接完 比那个